我在馬來西亞已經開始講得非常好的 花卉療、生物能療法 有請張佩文講的題目是 薰兒與植物能量 現在就有請張老師 非常感謝 各位專家、各位大師們、各位來賓 大家好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薰兒與植物、生物能量 我把這一天的發表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先講解何為植物、生物能量 植物、生物能量它是運用植物裡面的無限能量 定義是運用化會以植物裡面的無限能量 這裡所謂的能量就是植物間所上載出來的氣 他們的生命的訊息以協調和平衡 我們人們或者是環境中在不同意識層面下 所承受著的一些心靈上的、精神上的、情緒上的、身體上的一些困擾 那這個整個的基礎理論呢 源自於能量學 那這能量學的角度上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處在一個波 都是有一種頻率的震動 那如果我們以不同的方式來演繹這一種氣的話呢 昨天謝魯光教授他有說到我們的音 音也是頻率的一種 是用耳朵聽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用色彩 色彩其實就是光 那我們太陽照射在地球上 透過水地的話呢就會產生彩虹 那這個七顆光波彩虹的手上放出來的七個顏色 就等於七道光 我們是需要陽光的對不對 那我們的身體的不同層面 其實也是震動於不同的光譜 也就是說我們身體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部分 是需要不同的光來維持我們這個生命體的 那我們看植物的頻率 一朵花的所表達出來的顏色 也就代表著那個植物所散發出來的光 那植物的頻率 與我們細胞的顏色頻率 也就是說細胞的所散發出來的光 是可以工整的 因為植物跟人類是共存於這個地球上 所以我們是互相互補的 簡單的說我們需要氧氣 植物給予我們氧氣 那植物需要二氧化碳 我們供給了植物二氧化碳 那每一種植物就如每一個人 我們就有獨特的生產模式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每一棵植物每一朵花 它都是獨特的 所以它們的植物 它們的光 它們的能量 它們具體成一種集體意識 律動工整的獨特靈氣 那我們可以運用它們的靈氣 來平衡及化解 在現在目前在大地 基本類生上帶來疾病的有害頻率 那剛才林醫師有講到了 幾樣的有害頻率 就是蛇綿 電磁波 狗 那其實還有很多的 那花灰所體現的顏色 也代表著它們散發出來的電磁波 也是一種磁場 或者是磁場的震動 也代表著整個植物的情緒 就好比我們看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從他的臉 一個人看他的臉 就可以大概知道 這個人今天開心 這個人是不是和蔼的心 或者這個人是不是在生氣當中 所以一朵花裡 一個植物裡面 那個花就代表了植物的臉 它們所散發出來的這些頻率 可以跟人類身體的訊息 產生一個工整的對應 那這樣子的對應 就會激起一個治療的作用 那通過40多年的這個研究呢 我的老師英國的大安娜教授 他把他採結了 他所能夠結出到的所有的植物 這些植物化繪來自英國 來自澳洲 來自歐洲 來自馬來西亞 來自南美洲 來自尼泊 來自印度 來自中國的世界國地 他把不同的化繪的能量 或者氣組合在一起 形成了這個四個階層的 不同的配方系列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盡量的 用極短的時間來解釋給大家聽 第一個就是20個花卉 花卉植物生物能量配方 那這個20種配方呢 它裡面的幾個配方是跟我們的時事經過 能夠產生一個工整的 現在這通過花的顏色來分配它的配方的 第一看白花 那白花裡面呢 我們有兩組配方 第一組是以肚脈工整 另外一組是以任脈工整的 同樣的以肚脈工整的屬陽性 以任脈工整的呢 就是屬陰性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紫外色 那在研究過程當中呢 就發現到紫外色的頻率的話 其實它的顏色是粉紅色的 所以粉紅色的話呢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的心胞肌 或者是以心胞肌工整的 特別對心靈方面 對在心兒或者是自閉的兒童方面 對他們的過動症安穩 那個情緒非常的有幫助 接受上來紫色 紫色是頭部的顏色 腦部的顏色 所以這個沒有任何的經鑼系統有關 可是它是跟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 我們的腦 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息息相關的 那同一個時間 這一個配方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把裡面的比如講中金屬方面的 銀的中金屬呢 可以化解銀的中金屬 那接下來我們看電色 如果大家看電色的話呢 就是我們整個臉的這個顏色 我們臉裡面有五官 那這個五官呢 是我們通過五官來體會 我們四周圍的能量 我們聽聲音 我們看光 沒有光我們其實是看不見的 我們用壁紙修覺 對吧 用我們的舌頭來品嘗食物 那這個電視裡面呢 包含了四個配方 那第一 這個五號配方呢 就是幫助我們的口腔的 六號配方呢 就是整個鼻動的 然後七號配方呢 就是幫助我們的耳朵 還有我們整個免疫系統的 那整個電視的這個發言來講呢 也是幫助提升我們的免疫系統的 那八號呢就是整體的幫助我們的情緒 提升我們的情緒的 那我們看藍色 藍色就在我們的喉部的一個部分 喉嚨這個部分 是我們與別人溝通的重要的部分之一 因為我們身帶就在這裡 同時我們的喉也跟我們 把我們的頭和身體連結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屬於溝通的一個顏色 那這個呢 在中醫經絡裡面呢 這是以三交金工整的 所以 所以以三交金的一些問題呢 或者是一些 不適的一些方面呢 都可以利用這個配方 然後我們看青色 青色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顏色 因為它在我們的胸腔 我們胸腔有推跟心 那我們的 呃 他的配方十號呢 就是跟主宰飛金的 所以就是跟呼吸系統有關係的 那十一號呢 就是心筋的 心筋其實就是跟一些很傷性啊 那種情緒的 呃 血液啊 淋巴液啊 水淋的減激 所以這個 化學配方十一號 可以幫助 化解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孔 那至於這個孔呢 為什麼有些人對這個孔的反應這麼大 而有些人又不是那麼大呢 因為 我們 是因為被情緒阻塞了之後 被情緒上昇影響之後 身體就出現了一個 一個裂痕 可以說是一個裂痕 當情緒 創傷出現了 裂痕出現了 孔就會容易侵入我們的身體了 那接下來黃色 黃色呢 是這個消化系統整個 步步的 這個 這個頻率來的 那我們有四個配方 第一個呢 就是十二號 十二號是屬於 膽經 肝經膽經跟胃經的 是跟這三條經過 工整的 接下來呢 十三號是聖經 聖經跟亞利亞 和聖上線啊 還有聖上線 所上發出的 跟基數 工整的 那結束下來我們有 十三號就是小長經 十五號呢 是皮經 這個皮經的 是跟右邊的問題相關的 皮經也是 可這個配方同時也是跟 泥漲跟酵化酵素 工整的 那接下來我們有 塵色 塵色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生殖系統的 這個部分的這個 顏色來的 那塵色我們有兩個配方 一個十六號呢 也是左邊的皮經 跟膀胱經 那十七號呢 也是配方住 我們的膀胱經的 那紅色 紅色也是有兩個 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身體裡面 呃 紅色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血液 對吧 那所以其中一個配方 就是幫助我們血液的 身體上所有有血液 跟血液有問題的 那個狀況 都可以運用這個配方 來提升和幫助 然後這個也是跟 剛才這個 呃 三號 呃 粉紅色那個配方一樣 是可以幫助 調整心胞經 接下來就是大腸經 哦 然後最後一個呢 二色配方裡面的 最後一個呢 就是這個 呃 遠紅外線 遠紅外線呢 就是深紅色 或者接近赫神的 這個花朵 那它可以幫助 生體的一個痛 骨魂的痛 可以幫助我們的 輻射電磁波 或者是 X X線的 一些加速身體 敷衍過程的一些 狀況 好 這個是 三角形底下 最低層 那接下來我們看 除了花之外 跟上一層樓的 就是樹 樹的配方 比花燈配方來的 來的能量來的強大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棵樹 可以長幾千年 幾萬年 可是一朵鮮花 最多只可以長幾天 對不對 那這個十個 大樹配方呢 我們把它稱為 大樹配方 是以 陰度 瑜伽之 脈輪系統 工整的 大樹配方能量 那脈輪 有很多系統 都已經在學習了 這個脈輪 有陰度的能量系統 中國 有中國的能量系統 中國的能量系統 就是經絡系統 而陰度的能量系統 其實就是這個 脈輪系統 所以有根據 而這 那個也是根據顏色的 顏色的頻率 所以跟剛才我們解釋過的 那個功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的 應用的能量的層次不一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 另外一套配方 就是特別護理配方 這一套配方呢 是特別為了特殊而同 所研發的一套配方 那這一套配方的目的呢 是為了清除 這些小孩身上 所有的一些重金屬 那小孩身上的重金屬 是從哪來呢 第一就是從媽媽的身上來 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 一個小孩他為什麼會有問題 我們首先要從母體上開始 所以現在出現問題呢 已經出現問題了 那現在還有結婚 還沒有生小孩 想要生小孩的女士呢 就要先把自己的身體養好 照顧好了 不然的話 所有身體上的毒素 都會傳到去小孩的身上 包括負面的情緒 那這一套配方呢 目的是清理去平衡 體內的毒素去平衡 因為毒素 毒素的能量重新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個配套 那在這個幫助 新兒們或者是 自閉著小孩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教授 他研發了一個程序 不同的程序 這個程序呢 就是一個維持14個月的療程 那一個程序是兩個月 在這兩個月裡面呢 我們第一個要修復的 就是小孩的心 所以第一個配方呢 是稱為橄欖愛 先打他的右邊的心 門給他打開 讓他能夠 讓他的心臟可以增強 心強的其他東西 都可以慢慢的自動的調理 那配合了其他組合的 大叔配方10號是修復的 那換位配方10號 然後換位配方10號 跟大叔配方5號呢 也是輕舌的配方 所以幫助胸腔這個部分 這個維持兩個月 接下來呢 像素的能量關心 所以愛不關心是最重要的 在幫助這些小孩的身上 再畢業一些幫助心臟的配方 那再接下來的 剛才第二第三個月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第六個月呢 我們平衡他的中心甲 然後我們就從頭到尾 辦法去平衡 那算數希望 我們給予愛 關係 然後小孩要有希望 我們對這小孩要有希望 所以他配合的配方呢 就是跟頭部有關係的 配合的化位配方是跟頭部有關係 還有跟我們的整個甲垢有關係的 接下來的呢 接下來呢我們就 有助腐育 那愛 關心 希望 腐育 是非常重要的 那腐育方內呢 我們所配合的這些配方 是屬於生子 習慣 醫療系統的一些配方 好 接下來我們有喉嚨這個部分 安逸 愛 關心 腐育 希望 腐育 然後安逸 這個配方很特別 因為他可以幫助一些癲癇的小孩 一些衝心的小孩 一些不能開口說話的小孩 在服用了這個配方之後 有很多都會慢慢的開口教媽媽 他所配合的配方 是幫助安逸我們的精神的那一套配方 再接下來我們有葡萄 舒適 舒適你看 這個舒適呢 就是在肚臍這個部分的 肚臍這個部分就是整個腹部 就是跟整個消化系統 現在這致病的小孩 大部分的這些特殊小孩 他們的消化系統都是有問題的 他們對很多食物都會有敏感 所以吃了這個配 服用了這一套配方之後呢 他可以明顯的看到 他的消化系統是有吸收力 是明顯的可以增加的 好 第七個層次就是 最後一個層次就是 第十三個月 那第十四個月呢 就是我們用的就是段數平衡 所以從愛 關心 呃 希望 輔育 安逸 然後素食到平衡 這七個階段呢 是一步一步來 調整這些 清理這些小孩 身上這些呃 的一些毒素 再加強他這些中心點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 那個三角形裡面的最高層次的 我們叫做心位力配方 那心位力配方 特別是針對我們的心 特別是以療性為主 是一個靈性的配方 是療癒我們靈魂的一組配方來的 那他 我們這個教授呢 他研發了一個叫做心所理論 那心所理論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從我們的心臟裡面為出發點 OK 那 這個心臟 我們的心臟呢 有四個心臟 三間半在右上腹 對吧 肺動來半 右下腹 然後 二間半左上腹 主動來半 左下腹 這個就是一個相證 這四個心臟就是相證了我們身體的四個部分 那心所理論呢 就是說我們的心理 我們的心能夠儲存事情 我們儲存記憶 所有我們 過去的一些創傷 或者所有的經歷 所有的經驗 都會被儲存在我們的心臟裡面 可是心臟裡面這個記憶 他基本上他分不清楚 這個創傷是身體的創傷 還是情緒的創傷 還是靈性的創傷 或者是精神的創傷 而這些記憶呢 裡面的一些記憶呢 他會激起身體反應 在某個時候 或者在實際成熟 又或者在其他的 同樣的類似的經歷 刺激之下 他會把裡面的一些記憶 重新的激發出來 而引起 而反應在身體上 當他反應在身體上的時候 身體就出現了一些不舒服的一個症狀 心所記憶 生命里程中發生過的事情 都會在心裡留下生命的痕跡 無論是開心的不開心的 都會留下種種的痕跡 而這些身心裡的創傷記憶 會鎖住我們心裡的其中一扇門 那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所謂的心門 就是心裡面的四個心棒 那四個心棒裡面呢 再可以再分四的話呢 它其實是有六十四扇門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圖 把它放在我們身體上 那我們用一個能量的檢測 我們可以檢測出 身體上的哪一個部分是最弱的 就把身體分成四個部分 去尋找哪一個部分的能量 或者是訊息斷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出記憶裡面 什麼時候開始的記憶 從這個圖裡面呢 就是說這一個部分 是我們想什麼的記憶 我們生命中的第一個四分之一 在右上部 生命中的第二個四分之一 在右下部 生命中的第三個四分之一 在右上部 生命中的到現在這個為止 第四個四分之一呢 就是在左下部 那如果我看去的話呢 大家的坐姿或者是站姿 都不一樣的 嘴巴 有些人站著的時候 身體就是潜意識類 很不激應的 可能會傾向你左邊 可能傾向你右邊 那如果傾向你右邊的話呢 那可能你現在的身體 是被過去的第一個 或者第二個四分之一的 事情所影響的 那如果你的身體 是傾向你左邊的話呢 在這個心存理論裡面呢 就是說你現在的一個身體的狀況 可以是會引導你回溯到你第三個 跟第四個這個年齡或者是四分之一裡面 就是簡單的一個說法 那我們的心一開始我們講 心情緒過去的記憶 所有的毒素 所有的病毒的一些信息能量 都會在心留下一些烙印或者是一些痕跡 那我們心被過去的情形堵住了之後 結果呢 其實上面這個部分跟下面這個部分 是連結的 那昨天我看了謝教授的 謝魯光教授的一個 他都把陰陽上面放成心輪 下面放成奇輪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跟我們這個很相似 因為心出現問題 你下面這個部分 整個這個消化系統這個部分也會出現問題 那消化系統這個部分出現問題呢 我們也可以以乳脊類中心點 把身體下半部分成四個部分 那假如這個身體的三半部的 左右上部是能量比較弱的話呢 同樣的身體下部分的腹部這個部分 能量是比較弱的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任何的 我們這個肝臟可以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再加以去檢測的話呢 那就可以找出肝臟哪一個配方是出現問題的 而因什麼而出現問題 幾時開始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一個表 就是上面的配方呢 我們時間 好 那個上面的配方 性微率配方呢 我們有五個 那下面呢 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先 所以我們必須先調上面 然後下面這個 才能夠完完整整的調 可以調整好 好 我們用什麼來檢測呢 一個叫做肌臟症檢測的一個方法 好 附屬療法呢 除了配方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附屬手法 就是脊髓平衡療法 乳骨平衡療法 淋巴療法 經過市場引導療法 還有支隊的食物 那我們現在來很短的時間 來介紹一下 性兒或者自閉症小孩 新星的孩子 和性兒是給於自閉症歡得的 一個美麗的名稱 意味著他們就像 天上的新星 在遙遠的企業的夜空 獨自閃爍 那我的這個文稿裡面呢 文文集裡面有 一些對於自閉症的解釋 可是我想 給大家更留意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數據 那2000年在美國 每150個小孩裡面 就有一個是自閉症 2012年呢 每68個小孩裡面 就有一個是自閉症 那這個是台灣的 就是在 你可以看到那個趨勢 數據的趨勢是往上升的 那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這一塊呢 因為這個病例不斷的增加 因為這些情況是影響一生 它不只造成病患生活上的困擾 也影響整個家庭經濟整個社會 那其實更因為小孩是我們的未來 那如果我們大部分小孩都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應該以後的社會 該怎麼辦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一個 父母的關愛 得的愛關懷和意念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去年在無錫發表過 也同時呢 得到 馬夫人的一個引劍之下呢 得到見了幾位小孩 那見了幾個小孩 那見了幾個小孩 那這個幾個小孩 服用了一段日子之後 他們明顯的每一個小孩都會 都看到明顯的一個效果 主要的他們的體質增強了 比喻力增強了 那個學習能力也增強了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這些都在日文集裡面 我就不一個一個的講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面對的挑戰 在中國裡面 或者在任何地方所面對的挑戰呢 就是缺乏治療師 缺乏其他的副主療法 媽媽或者是老師們 缺乏治療師去配合 那除了中國 我們在馬來西亞 在其他的國家也有很多的療法 那其中一個個案 那個圖呢 是我去年的時候放上 發表的 那今年十二月 我們在去看到的時候呢 這個小女孩 他現在已經可以做起來 他可以不拍手 他可以蹦蹦腳的 那一些見證呢 我們通過一些儀器 可以發現到 這些小孩服用了這些能量 之後這個能量 他們的氣場 其實是可以在一期間 有很大的改變的 那我就放幾個圖 這樣子 這些都是我們在馬來西亞的 一間特索額頭中心 然後在幫他們做治療的時候 派下的 這些是一些香片 那其實整個療法 整個療法呢 不只是可以用在治病人小孩 那更可以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那我是希望呢 在此呢 各位在座的專家 可以對小孩這方面多多的關注 因為當我們講養生的時候 最好就是從小孩開始 那我們從小沒有這樣的觀念 所以到年紀大了才開始去了解 因為我們經歷過一些苦的經驗 我們才會開始去想辦法 可是我們一定要為我們的小孩準備 我們一定要為這些小孩出一點好路 他們是為我們而犧牲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姜女士精彩的演講 自民進的孩子 這些年在國內也是大幅度上升 在我們的主要的大城市裡頭 百分之一百二百三百的這個比例 在增加 但是同時呢 這個國家的整個衛生醫療體系 又沒有根本沒有應對 這些自閉症多動症 學習障礙症 情緒障礙症的這些應對的方法 我們有林丹雕藥嗎 沒有 我們有侵入性的治療手段嗎 沒有 前不久呢 深圳就發生了一個 一個 很悲慘的一個事件 東北有一個母親 帶著這個被診當為自閉症的孩子 到全國最著名的自閉症治療中心 深圳兒童院去看病 光掛這個號 就排了三個月時間 掛到號之後 三個月之後呢 終於見到醫生了 醫生說對不起 你這個孩子沒有辦法治 等了三個月之後 將面臨的 將是長期的 數年的 這個行為干預 這個是我以前研究的領域 那麼在美國呢 也是這樣 有人做過統計 一個有自閉症兒童的家庭 從小到大 這個家庭必須付出來 25萬到100萬美金的 他的抗療費用 這個社會是無法承擔的 那這個媽媽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趕緊抱著孩子出去 就找了一條河 就挑河了 這個悲劇還在後頭 人把這個 他們兩個救起來 孩子淹死了 媽媽活下來 結果媽媽呢還要被 又要送到監獄裡頭去了 這是發生在深圳兒童醫院的真實的故事 我們為什麼不能 我們為什麼不能 睜開我們的眼睛 這個接納 像這個江女士講的這些自然道法 就是因為它和我們主流醫學的理念不相容嗎 所以這個呢 是值得我們嚴肅思考的問題 我想在這個地方大家 我想在自閉症 因為我很關懷這個部分 那其實是 基本上來講 我也做蠻多的研究 其實最重要的是一個空間的頻率 讓他穩定下來 這個小孩子就穩定 我可以提供 這是第一個 空間的頻率穩定的時候 比如說 自閉症的小孩子到我那邊都很乖 他不會好動 因為他環境穩定 第二個 我們在台灣做的是溝通版 他可以直接溝通 你父母跟老師可以直接溝通 可以把這個的訓練放在中國大陸